OK,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谈信心 我们上两周谈过了信心的用词含义 我们提到了信心有认知层面上的这些概念 那还记得从认知层面上来讲信心是什么 我们谈过信心从认知层面上是 因着知者的见证把某事视为真 对不对 所以我们谈到了如果你想要去真的诚实地说我相信 那么你必须先具有知识 你必须先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谈到了认知层面上的 我们上一周走之前 我给大家留了一个小作业 你们这周有没有回去想 作为认知层面上的信心 到底它是不是一个美德呢 有没有谁考虑有一些答案 是或者不是或者怎么说 不是美德 有人说不是美德 还有没有其他人的答案 是美德 有人说是美德 不是美德 为什么说一下为什么这种信心不是美德 但是相信不相信的就是比较乎乱的 不算是美德 所以这种没有对此之所以有差点 我可以总结一下 因为你说的意思是 这种信心不是美德 是因为它并没有付出任何的东西 所以它不需要操练什么东西 所以它不是美德 是吗 OK 那有人提出 什么 信心在认知层面上是不是智德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 在基督教的神学上 特别是从初代教父到中世纪 早中期 智德 信心有的时候被视为是被恩典化的智德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说 从认知层面上 信心跟智德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没错 所以从这个角度你是想 刚才有人说信心是美德 为什么要这样说 有什么理由和论证 我说信心是美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好 我觉得刚才你说的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对吧 就是你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个信心的对象的问题 所以我们稍后会回来聊这个话题 我想说的是你们所有的人都说对了 OK 所以提到说这个信心不是一个美德 也说对了 说这个信心是一个美德 也说对了 那为什么这两个同时是对的呢 我们到后面谈这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谈 好吧 那看我这个关子卖了好几个星期了 看最后能卖多少钱 这个我们先来看信心倚靠的层面 这个层面刚才我提到了 另外这个姐妹也提到了 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期 信心被类比成为一种理性的功能 但是在宗教改革时期 改教家们提出了信心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 不仅仅是从理性上去认识超自然的创造主 而且更重要的是去倚靠这位上帝 OK 所以这个倚靠的这个动作 是信心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层面 信心不仅仅是认知而是倚靠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信心就不仅仅是理性的功能 你可能知道这个事情是对的 这个人是对的 这个人说的是对的 你知道他说的内容 而且你也赞同这个内容 但是你不一定真的倚靠在这个人身上 对不对 你可能只是从一个远距离说 OK 我知道他说的这个事情是对的 但是不意味着你倚靠在他身上 而信心这个层面是得救的信心 最重要的一个层面 就是这个信者把自己倚靠在被信的对象身上 信心不仅仅知道认同有一位神存在 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 不仅仅认同他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等等 因为这些知识鬼魔也相信也知道 耶稣在格拉森赶鬼的时候 鬼知道耶稣的身份 鬼说你是至高神的儿子 所以这个使人称义的信心 不仅仅是知道和认同 而是一种全新的信靠 所以你再回头 我可能第一讲讲过了 你再回头去看孩子把药力问答 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孩子把药力问答 要那样构建 不仅仅是一种确实的知识 更是一种全新的信靠 所以这里面强调的是信心的倚靠的层面 所以当我们说到信心倚靠的时候 我们需要谈到的一个概念 也是接下来我们需要重点讨论的一个概念 就是信心的对象到底是什么 信心的object 你在信什么 然后还有一个信心的对象 是你在信谁 对吧 所以这两个概念都在谈到信心的对象 当一个信的人面对一篇报道 对吧 在飞机上他跟你说 你信吗 你说我信 当你说我信的时候 你在说的是 我相信你说的是对的 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对不对 所以注意到这个回答里面有两个对象 一个是那个报道的事件 客观的那个事件本身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报道者 报道的人 对不对 这个报道不是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而是透过一个报道者出来的 所以信者 他不仅仅信的是这个事件 而是相信这个报道这个事件的人 如果一篇报道是一个可信的报道者 提出来的 那么这篇报道的可信度就会增加 而如果一个 这个报道是一个经常说谎的人 提出来的 他有一个就是犯罪记录 对吧 这个人就是天天就是撒谎撂片 他跟你说一个事 你会不会容易相信 不会对不对 因为因为他 因为有一个 你会觉得说 他可能还是继续说谎 还记得狼来了的故事 对不对 狼来了的故事教导我们什么 教导我们不要把小孩自己放在野外 狼来了的故事 traditionally教导我们的是不要撒谎 当然现在有一些人觉得很同情放羊的孩子 但自己一个人在田野好无聊 对吧 想找人做个伴 找人叫人过来 其实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但是我们在这开玩笑 狼来了的故事就是说 如果一个报道者爆出来的这个消息 如果他是有一个说谎的历史的话 那么这个消息就变得不可信了 对不对 所以一个消息 对一个消息的回应 信或者不信 其实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这个事件 而是取决于报道者 所以这个你就注意到 其实整个人类的社会的构建 都是基于这种信用 信义 相信这种依靠的这个概念 你去今天你打开电视 你看某一个新闻的这个频道 可能会让你觉得更可信 特别是在美国的这个环境 如果你是左翼的 如果你是右翼的 如果你是保守的 你不会看一些新闻频道 因为什么 因为对于你来说 因为你的政治立场 所以你把他们视为是说谎的 你把他们觉得他们不可信 等等 他带有他们自己的观点 等等 所以你 所以这个 这种相信这种依靠 实际上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经常使用的 包括你 我们所生活的 这个整个的金融系统 都是建立在这种依靠的层面上 你决定把你的钱放到银行 为什么 银行说你把这个钱放到我这个账户 过了一年之后你放一百块钱 我给你一百零一块钱 你说那我不放 那银行说明年之后我给你一百一十块钱 你说好我放 你把这钱放到银行了 你有没有想过外银行不给你怎么办 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 特别是在今年这个经济感觉 宏观经济感觉开始动摇的时候大家都 什么股市股市也不投了对吧 很多人都在干嘛 买国债对不对 国债现在给你百分之五百分之六 那你去政府美国政府那买他的债 OK你把钱给他 然后他说好 等到过了一年之后 我多给你这么多钱 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美国政府不把钱给你怎么办 所以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现在整个包括很多 整个人类社会的构建 全部都建立在这个概念上 那就是信任 倚靠的人 所以就是信心的倚靠的概念 你之所以正常的运作 你投资你做这些事情 整个政府的运转 都建立在倚靠的这个概念上 所以在我们产生信心的动作的时候 在认知的对象当中 我们区分这个对象有两方面 在神学上我们这样区分 一个叫做指料对象 这个是经验式的区分 叫做material object 另外一个叫做形式对象 formal object 什么是指料对象呢 指料对象就是构成 这个报道的事件的这个事件 这个是材料 这个人报道出来这些材料 这个叫指料 那你相信的是这个事 对不对 所以在你运用信心的时候 当你对一个报道者说 我相信你的这个报道的时候 你相信的是这个报道的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就是这个指料对象 对不对 但同时你运用的信心的时候 还有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叫做形式对象 什么叫形式对象 就是从形式上来讲 你相信的是他所说的 跟你说的 所以这个形式对象 指的是报道的人 报道者 刑事对象 暗含了你所相信的原则和原因 你之所以相信这个消息 是因为是这个人跟我说的 我相信他 我相信这个媒体 我相信这个政府 我相信这个银行 你要把钱放到硅谷银行 钱就没了 而且还不保 保险公司也不会赔你 所以你相信的那个形式对象 是你相信的原则 我为什么把钱放在这儿 是因为这个银行我信得过 大通银行 OK 好 而且他的这个账户是有这个什么保险公司保的 好 那我相信 所以你这个形式对象决定了你相信的原则 所以从这儿我们开始慢慢建立一个基本原则 然后进入到关于信仰的信心的讨论 所以你会注意到我们在信仰上所谈的这个信心 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运用的信心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是一样的灵魂的动作 只不过对象不一样 所以我们信心的指料对象 在我们谈到基督教信仰的时候 是什么呢 是上帝的全辈的启示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指料对象 我再说指料对象 你信的是什么 信的是圣经 对不对 圣经里面说 创世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这是你相信的东西 这个材料 这个事件 你借着相信上帝 相信了上帝 创造天地 对不对 那关于这个指料的对象 那你说 OK 现在我单纯的相信 创造上帝 创造天地这个指料 这个事件 我可以称自己是基督徒吗 够吗 足够吗 不够对不对 而且不仅是不够 而且这个专注的点是错的 对不对 还有很多人相信这个世界是一个神明创造的 中国的古人也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神明创造的 可能不止一个神明创造 所以单纯的相信 有一个创造天地的上帝 穆斯林也这样相信 犹太人也这样相信 所以他不足够构成基督教信仰的指料对象 或者说不足够 他是必要的 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相信上帝创造天地 但是单纯的相信这一个教义是不足够支撑的起来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所有的材料的 那么作为基督教信仰 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信心的指料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这个指料所谈到的是上帝全辈的启示 而在这个上帝全辈的启示当中 有一个特殊的东西是你必须要相信才能称自己是基督徒的 那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启示 这是基督教的信心 基督徒的信心和犹太人的信心 和伊斯兰教的信心 教徒的信心不同的地方 他们也说他们自己有信心 他们也说他们自己相信上帝 相信神 相信阿拉 但是你说你的信心 从信仰的内容 从教义上来讲 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 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他倒成肉身来 在十字架上死 复活 升天 你相信这个 犹太人不相信 伊斯兰教徒不相信 佛教徒不相信 所以这个是指料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所以这就是整个宗教改革所强调的 从信心的指料对象上来讲 我们区分律法和福音 你今天也听到 今天上午牧师在台上讲 我们区分律法和福音 为什么这个区分这么重要 为什么我们强调区分 一直强调区分律法跟福音 作为宗教改革的教会 整个的敬拜的其中一个很大的一部分 就是律法跟福音组成的 宣读律法 然后悔改 然后宣读福音 赦罪的福音 然后颂赞上帝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我们信仰的指料对象 如果我们把律法跟福音混了 就是如果我们的信仰的指料 只是律法 而没有福音的话 那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就不再是基督徒的信心 而跟犹太人的信心没有什么区别 犹太人也相信 上帝赐下律法 告诉你做好人好事 你当如此遵行 就必因此活着 如果你把福音 从这个指料对象当中 抠出去的话 那这个信心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信心 所以保罗说 因为律法本身并不在于信 还记得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二节 我们今天读到的 律法本身不在乎信不信 所以律法跟信 律法是信心的指料对象 但是律法 为什么说律法不需要信呢 是因为律法是命令 律法是一个命令 你对命令的回应是什么 并不是你相不相信 而是你做不做 对不对 比如我今天现在跟你说 去把这个门关上 这是一个命令式 你说好 我相信你说的这句话 但是坐着不动 那这个不是对这个命令的最佳的回应 这个匹配不上 因为对命令的回应是行动 是行为 所以律法说 要如此行 就必因此活着 但是福音是什么呢 福音不是一个命令式 我跟你说 这个门已经关上了 是一个什么 陈述式 对一个已经完成的事件的一个报道 这个门已经关上了 我跟你说 然后你说 是吗 那我需要做什么 我需要再去把它关上吗 不需要了 因为这个门已经关上了 所以福音是一个消息 律法说 要如此行 就必因此活着 福音说 律法所要求的 耶稣基督已经完全做到了 他已经赚得了用手 这福音告诉你的 那对福音的回应是什么 对福音的回应 只有相信或者不相信 你要么相信这个门已经关上 要么你不相信这个门关上 你做不了其他的事情 所以这里面的指料对象 信心的指料对象 非常具体的是福音的宣讲 福音的消息 那严格意义上来讲 严格意义上来讲 律法里面也有附加的奖励和惩罚 律法说 你如果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 所以当涉及到附加的奖励和惩罚的时候 你需要相信这个奖励和惩罚是真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律法它的附加的奖励和惩罚 也是需要你用信心来回应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 你要依靠那个律法的奖励和惩罚的条件 你没办法依靠那个 你必须要靠自己的行为 才能要么赚得奖励 要么赚得惩罚 所以从依靠的层面上来讲 你唯一能够依靠的是 是从你之外而来的一个消息的报道 这是你唯一能够相信的 所以信靠的对象从纸料上来看 是指的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下的拯救的应许和一切的恩惠 所以加尔文这样说 他加尔文说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应许是信心的根基 你说加尔文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在说的是因此上帝的律法跟命令并不是信心的根基 律法跟命令没有办法建立信心 只有应许承诺才能够建立信心 因为承诺是你需要依靠的 你需要相信的 因为信心建立在这应许之上 信心确信神在万事上都是现实的 不论是他吩咐的或禁止的 也不论是他应许的或警告的 同时信心也以顺服的心接受上帝的诫命 不做他所禁止的事 留意他的警告 但是无论如何信心始于应许 依靠应许并在应许上坚持到底 因为信心在神里面寻求生命 这生命在神的诫命或惩罚人的警告当中是无法找到的 只能在白白的怜悯的应许中找到 因此唯有依靠神怜悯的信心才是真信心 看到了吗 加尔文在这里面在做什么 在区分律法和应许 律法和福音 OK 所以这是信心的指料对象 OK 信心的指料对象是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启示 OK 那接下来我们从形式上来讲 信心的对象是什么呢 从形式上来讲 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自己 我们所得救所倚靠的那个那个对象本身 并不是一个消息而已 而是耶稣基督 因此这个信心是说 我相信我的罪被完全的赦免 我相信我永恒的救恩 不是基于我自己遵行律法的努力 而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使基督为我受了刑罚 因此我得到赦免 使基督替我行出我永远无法行出的义 当我依靠在这位基督的身上的时候 他的义就成为我的义 所以使我成义 所以从形式上来讲 你的信心的那个终极的对象是什么呢 不是一个消息 而是一个人 这个人是耶稣 所以你说信耶稣 信耶稣得永生 这句话说的没错 你不是信关于耶稣的事迹 你不是信关于耶稣的报道 你不是信关于 你是信这个具体的人 这是形式对象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当我们谈到信心的时候 信心本身不是我们所信的 信心本身不是我们所信的 不是我们依靠的 有人跟你说 你怎么那么确定你得救了呢 你一定 上帝一定赦免你的罪 你怎么那么确定 你说因为我信啊 这个回答就是把我们赦罪的 这个 依靠的对象放到了信心自己上 因为我信 所以我就被赦免 他不信 他没有 当然注意到 这里面很有可能会 因为有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误解信心的 他认为信心本身具有一定的价值 信心本身有一个功德 所以当你有信心了之后 上帝就把你这个信心当作是你的功德 然后因为你有信心 所以以你的信心作为基础来奖励你 但是这是错的 我每次要讲一个错误的观点的时候 我的时候都很小心 我讲完了之后让大家觉得这是正确的观点 这是错的 信心本身不是我们所相信的 信心是我们用来相信耶稣所用的工具 信心是我们倚靠耶稣所用的工具 我们相信的是耶稣而不是信心 而不是相信耶稣的信心 明白了吗 如果你们不明白的话 你们可以看海德堡药理问答 第六十四文 如果你们有的话 为什么我们说唯独 唯独阴性称义 那里面解释了 谁翻到了 谁可以读一下吗 海德堡药理问答第六十四 有人有吗 我手机没在我身上 不是因为信心本身有什么价值 对不对 上面这样说的 怎么说 谁找到了 没找到 没关系 不是因为我们唯独阴性称义 不是因为信心本身有什么价值 而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完全的公义圣洁救赎 所以那个价值 那个使我们得救的那个价值 是我们最得赦免的终极的原因 是耶稣基督而不是信心 找到了吗 来 谁找到了 谁读一下 六十四怎么写的 怎么问的 那不是六十四 六十二 六十二吗 看 六十三六十二 我晚上找到六十四 没事 你看到有我刚才读的那个问题了吗 哦 行 没关系 回家自己慢慢找吧 我在这儿要说的就是 这个信心是称义的管道和途径 而不是称义的功德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区分信心作为instrument 和信心作为merit 你在上帝面前称义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个功德 你必须要有一个merit 上帝按照上帝的律法 必须完美地遵行律法才有永生 所以这个永生必须靠一个 对律法完美地遵行的功德来换取 这不会变的 永远不会变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靠功德得救 但是问题是这个功德不是你的功德 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功德 这个功德是耶稣基督的功德 是耶稣靠着他 在地上完美地遵行上帝的律法 完全地顺服父神的旨意 上了十字架死复活所得到的 所以我们的确是靠着功德得救的 但是这个功德是基督的功德 不是我们自己行律法得到的功德 是基督行律法得到的功德 然后那这个功德怎么算成是你的 靠着信心 所以信心是管道 所以信心是这个工具 或者叫途径管道 这些概念有的时候叫means 在英文当中 所以借着信心 我们得到了基督的功德 而只有基督的功德 才是完美的功德 只有基督的功德 才能够通过上帝最严厉的审判 上帝律法的一点以化的要求 所以明白信心的 这是人的吧 这是信徒 信徒借着信心获得了基督的功德 所以我这里面写 所以哈德巴尔要里问答第61文说 你为何说唯独因信而称义呢 61文 我在上帝面前得蒙悦纳 不是因为我信心本身的价值 而是因为基督的补罪公义圣洁 是我在上帝面前的义 看到吗 我在上帝面前的义是什么 是基督的补罪公义和圣洁 并且没有其他方法 只有借着信心 我才能够接受这个义 并使它成为我自己的义 所以这个借着信心 变成了信徒的义 基督的功德 借着信心变成了信徒的义 那你有没有问过 为什么 为什么借着信心 基督的功德会变成你的义 为什么只有信心 才能使人获得基督的义 其他的美德不行吗 勇敢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借着勇敢 获得基督的义 我可不可以靠着智慧 获得基督的义 我可不可以靠着节制 获得基督的义 为什么只有信心 才能够使我们获得基督的义呢 所以这就是我们 接下来要讨论的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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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信心 比所有其他美德相比之下 信心有一个极其特殊的性质 这个性质是什么呢 这个性质就是 信心使信者 获得了被信者的某一些特性 而这些某一些特性 是他所信的那些东西 信心使信者获得被信者的特性 这是信心的一个特殊之处 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 你们都把这句话写上了 我再重复第三遍 信心使信者获得被信者的特性 信心使信者获得被信者身上 这个信者所依赖的那些特质 前面我们用一个例子 来说明信心的认知层面 还记得就是关于听到一个消息 你到底相不相信 对于一个新闻的回应方式 那这个新闻跟你离得很远 你相不相信 跟你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是我们现在用另外一个例子 来形容信心的这个层面 现在想象一下 如今你在一条湍急的河流里 你可以想象这个科罗拉多河 大峡谷下面的湍急的水流 在最急的那个地方 然后你在那条河里面溺水了 你现在你去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反正没练几天反正就去滑卡亚克了 对吧 去科罗拉多河里面就滑卡亚克 而现在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抓住这只手 因为你什么其他事情什么都做不了 你生命的全部的重量 对吧 你的体重 你的装备的这些重量 全部都必须靠这只手的力量 把你从这水里抓上去 而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一个决定 就是你到底要不要抓这只手 所以这个时候当你说 OK 我就抓住这只手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你在运用信心的 你在运用信心的动作 你相信这个声音 你相信这只手能够把你解救出这个水 这个湍急的水流当中 所以你把你所有的重量压在这只手的身上 然后你抓住这只手 然后这只手把你给拽出水 你在用信心 依靠一个在你之外的力量 把你救出来 所以你想如果这个时候 你说算了吧 你看这个手也没什么太大的劲儿 拽了半天没把我拽上去 我还是自己游吧 你把这手啪 松开了 那么就说明你对这只手 对这个营救者的手失去了信心 对不对 你不相信了 你决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逆流而上 来胜过这个湍急的水流 那松开这个手就表明你信心所依赖的 是你自己游泳的能力 而不是这个外来的这个手 拯救的能力 对不对 所以假如说这个手最后把你抓住了 然后它把你给拽上来了 注意到 在那个水流那个力量很强大 那个水流很湍急 你的身上的衣服啊什么这些装备都湿透了 浸满了水 所以这个身上的装备都变得非常非常的沉 非常重 重量增加 那要知道是什么使你克服了所有的这些水流的力量 你身体浸满水的这些衣服的重量的加重 是什么力量使你能够克服这一切的力量 把你从这个水中拽出去呢 这个力量是这只外来的手来的力量 对不对 这只手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把你拽上去 你才能拽上去 你自己怎么使不上劲的 对不对 你在水里你能使上劲吗 你使不上劲 你越折腾越往下沉 所以那只手 所以注意到 你之所以摆脱水的这个力量是外来的 不是你自己的 那只手的力量转移到了你的身上 而不是你自己自身产生的 你才能够得救 所以这就是信心的特点 看到了吗 信心使得信者获得了被信者身上的特质 这个特质在这个例子里面是什么 是那个力量 摆脱水的力量 信心仿佛那只抓住的手 对吧 仿佛那只手抓住 连接上那个外在的力量 然后这个力量就被传递到信者的身上 使得信者获得这个摆脱水流的力量 所以唯独使这个逆水者摆脱水流力量的 不是这个逆水者的其他的任何美德 不是他的勇敢 不是他的聪明 不是他的节制 不是他自身的任何的美德 而是信心 他相信这只手 抓住了这只手 当他倚靠这个外来的手臂的力量的时候 倚靠在这个被信者的身上的时候 他就获得了这个手臂的力量 就被信者的力量 所以这从另外一方面证明信心的对象 信心本身不是我们所倚靠的对象 所以注意到 问题不是你绝不决定抓住这只手 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你决定抓住这只手 但是假如说现在想一下 你现在决定抓住这只手了 OK 但这只手没劲儿 这个人没那么大劲儿 他没有力量把你从水里拽出来 你抓得再紧有没有用 你抓得再紧 你把他直接拽在水里了 你把他给害了 所以重点不在于 你是不是抓得够紧 重点是你所抓住的这个绑臂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力量 把你从那个水流里面拽出来 如果他有 那么你就能得救 如果他没有 你就灭吧 所以你是否得救取决于什么 最终极来讲 取决于那个手臂 对不对 那个手臂的力量 而终极来讲 不取决于你的信心 所以 信心 只有信心正确的对象 才是拯救者 而信心本身无法拯救 那么或许这个时候 所以现在你明白 整个大的这个 为什么刚才我说 信心的特质 是使信者获得被信者的特性 那么接下来你可能会问 那如果我们不伸手去抓住岸上的这只手 或者我们抓的不是很牢固 本身快喘不上气了 我就不小心 我也不知道怎么用劲去能够抓住他 那我会不会灭亡呢 难道我得救不也取决于我是不是有很稳固的抓住这只手吗 OK 那这就涉及到了在类比当中 有一些情况下 他并不是百分之百能够传递同样的意思的 再用这个例子来类比我们被上帝拯救的这个 被耶稣基督拯救的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当中 你要知道 你所伸出来的这个手抓得紧不紧 就仿佛是你的信心是否坚固或者软弱 有的时候你的信心会软弱 你的手会没有力气 有的时候圣经会用这种语言来形容 就是我们的胳膊发酸 我们的脚发沉 你会疲惫的 你的信心有的时候会软弱的 那我们的救恩是不是取决于我们的信心 必须要一直很刚强 如果软弱了我们会不会就灭亡了 答案是否定的 不是 因为这不取决于你抓得老不老 而取决于那个人抓你抓得老不老 所以现在能明白了吗 那个人决定伸出手来抓住你 可能你都没抓住他 他先抓住你了 如果那个人本身没有力量 你抓得再老也没有得救的盼望 但是如果那个人真的有足够的力量 有能力而且决定来救你 那么就算你的手是软的 你无法紧紧地抓住他 但是他可以牢牢地抓住你 那么你最终也是得救的 这其实恰恰就是我们救恩的现实 不是我们牢牢地抓住了上帝 而是上帝牢牢地抓住了我们 使上帝大能地绑闭 完全有能力将我们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 而在这个接下来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从倚靠的层面上来讲 到了永恒的时候 然后我们还需不需要这种信心上的倚靠呢 答案是我们到了荣福之关当中 我们就不再需要这种倚靠层面的信心了 因为我们的救恩已经成为现实了 你已经被拽上岸了 你已经不再需要一直抓着那个手 那手把你拽上来了 就拽上来了 你已经身体复活进入到永生了 那么那个时候 你就不再需要这种倚靠层面上的信心 但是我们作为受造物 从救恩的角度来讲 你不再需要倚靠上帝作为救主 但是你作为受造物 还会继续倚靠上帝作为你的创造主 因为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源于他 所以对于创造主的倚靠 是不会改变 而且是更加加深的 更加彻底的 我们会更加彻底的意识到 什么叫做万物都是本于他 倚靠他并且归于他 所以软弱的信心 依旧是使我们得救的信心 OK 那信心的倚靠层面 我就讲完了 现在你们明白 为什么信心 而且唯独信心 才能够使一个人得救 的原因是什么 现在明白了 为什么不是其他的美德 就是改教家门说 为什么不是爱 对吧 因为爱没有办法 使你倚靠 使你获得被爱者的特性 你爱一个人 你没有办法获得被你所爱的那个人的特性 但是信是唯一有这个特质的一个行动 就是你你所信的那个人的特质 你所倚靠的那个人的特质 会转移到你的身上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回到这个问题了 我们现在从头来想 这个信心到底是不是一个美德 从认知层面上来讲 也包括从倚靠层面上来讲 当我们谈到美德的时候 我们在谈什么 我们在谈的是一个趋向于 趋向于真理 趋向于善 对不对 的一个倾向和习惯 对不对 还记得我们回到美德的最最基本的概念 美德本质上来讲是一个什么 是一种习惯 是一种习性 这种习性是使人能够趋向于善 这叫美德 使人趋向于恶的习惯叫做恶习 对不对 使人趋向于善的习惯叫做美德 那么从这个基本的定义来出发 我们来思考 信心到底是不是一个美德呢 信心有没有一个使人趋向于善的一个习惯呢 信心是不是这样一个习惯呢 那所以我刚才说你们怎么想 所以我刚才说你们这个答案都对 为什么呢 因为信心是不是一个美德 不取决于信心自己 而取决于信的对象 如果一个人不停地倾向于相信一个错误的对象 相信一个骗子 就像比如说 我些大妈 这个辛辛苦我攒的这个退休金 要去投资 他去投资就经常相信这些外面这些投资专家 对吧 就把钱 信心嘛 他也有信心 相信这个人 他说我给你赚十个点 十二个点 对吧 好给你 结果六个月找不到人了 那他也运用信心 但是他的信心的对象是一个骗子 那么他的这个信心是无法使他去向于善的 对不对 反而使他去向于恶 使他去向于失去善 所以信心是否是美德取决于信心的对象 当信心的对象是终极的善 也就是上帝的时候 那这个信心永远是美德 因为上帝是终极的善 当这个信心的对象是虚假的 偶像的时候 那么这个信心将会成为一个恶习 所以圣经说 那些倚靠偶像的人 他们都是要走向灭亡的 比如说倚靠偶像 他们的倚靠难道不是美德吗 他们的倚靠 他们对偶像的倚靠 对假神的倚靠 甚至可能比基督徒 对真上帝 对耶稣基督的倚靠 还倚靠呢 天天还得去点个香 拜一拜 可虔诚了 那个拜的比基督徒 拜上帝虔诚多了 所以他的那种虔诚 和他的那种充足的信心 是不是美德呢 不是 因为他信的对象是错的 所以现在你明白了 倚靠也是一样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信心从倚靠层面上来 也是一样 如果抓住你的那只手 是一个老头 哎呀 哲哲哲哲的 骨头都酥了 然后还要拽你 你一个大老爷们在水里面 水泡你的衣服 直接两百斤 这老头 哎呀 怎么给你拽上来 你倚靠错了 这个对象 他根本就没有力量能够救你 直接把老头 直接掀翻到水里了 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不能得救 虽然你有充足的信心 你就闭着眼说 哎 这个 这哥们一定能救我 这个老大爷是个神人 对吧 他一定能把我救出去 那也没有用 所以他不会使你趋向于善 他不会使你趋向于最终的救恩 但是你依靠的对象 如果是上帝的话 这个是可以使你趋向于善的 所以我们的信心没有任何的价值 本身来讲没有任何的价值 这是改革家门说的 所以路德说 信心如同乞丐空空的双手 信心如同乞丐空空的双手 这双手 对吧 你最后这个乞丐能否得到好的祝福 是取决于施舍者 而不取决于乞丐的手 这手到底有多大 能装多少 对吧 这个手是修过指甲 没修过指甲 对吧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那个施舍 施舍者到底给他什么 所以我最后再把 最后回到C.S. Lewis前面 我提到C.S. Lewis指到信心的认知层面上 C.S. Lewis在那里面把信心和信心的这种习惯 能够在面对情绪 面对很多这种试炼的时候 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理性所信仰的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C.S. Lewis在谈的是perseverance 他在谈的是信心的坚忍到底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信心和耐心 对吧 和这个勇德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然后接下来从另外一段 在C.S. Lewis的第二段里面 他把信心作为倚靠层面上 作为美德和谦卑联系在一起 也就是和节德相联系在一起 我就最后简单的读一下这一段 然后我们就结束 他说 现在我要转向信的第二层面的含义 我想先回到谦卑的话题 从他入手谈这一部分 你可能还记得我说过 意识到自己的骄傲是迈向谦卑的第一步 现在我要说 下一步就是努力去实践基督徒的美德 努力一个星期是不够的 第一个星期往往事情会一帆风顺 努力六个星期 到那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自己已经彻底跌回到了起点 甚至比起点还低 那时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一些真相 一个人不努力去行善 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坏 我太喜欢C.S. Lewis这句话 你如果不努力行善 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坏 这是有多么大的智慧的人呢 说出这样的话来 只有努力抵制诱惑的人 才知道诱惑的力量有多大 说到底你是通过与敌人作战 而不是通过投降 才知道敌人的实力 你是通过顶峰而行 而不是躺平 才知道风的力量有多大 一个五分钟之后就像诱惑妥协的人 当然不知道一个小时之后 这个诱惑会变成什么样 这就是为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坏人对坏知道的甚少 因为他们一直都靠着妥协 在过一种苟且安生的日子 不努力与内心的恶念作斗争 就不清楚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然后他接下来说 因此基督是唯一一个 从未向诱惑妥协的人 因此他也是唯一一位 能够彻底明白诱惑到底有多重的人 因此耶稣是一位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哇 这个太伟大了 你能想到33年半 从来没有像罪恶低过头 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经历吗 你能想到33年半 不停地撒旦在旁边诱惑你 把石头变成面包吧 你有这个能力啊 你向我拜一拜全世界的荣华富贵我都给你 现在想一想如果给你这个机会 别说给你这个机会了 就把安奈海姆的荣华富贵给你 我两分钟不用两分钟 我马上就妥协了 那想想全世界的荣华 不停地这一生不断地在经历这种事情 但是他一直坚持到最后 最后顺服 不仅撒旦这样去办 撒旦 你们想到在耶稣基督一生的时候 撒旦借着他的门徒试探耶稣 彼得说主啊 你断不能上十字架呀 什么人上十字架都行 怎么你不可以上十字架 有多少人起来捍卫耶稣 为耶稣打美好的仗 结果全都是撒旦的试探 最后耶稣说 我付给我的杯 我岂能不喝呢 耶稣最后顺服到那个地步 你要知道耶稣的顺服才是真正的顺服 所以我们只有从努力实践基督徒的美德 才得知一个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我们都失败了 这是C.S. Lewis 人努力去实践基督徒的美德 结果发现自己失败了 他明白了 即使他能给予上帝一点什么 那不过是将原本就是上帝的东西还给了他 换句话说 人发现自己破产 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上帝 我们只有尽了最大的努力 然后失败了 才能在以上的意义上 发现自己完全无法遵行上帝的律法 不真正的努力 不论说什么 我们的思想深处总会有一种想法 就是下次我再努力一点 我就会做得更好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回归上帝的路是一条 在道德上不断努力的路 但是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讲 努力永远无法带你回到天家 这些努力最终只会导向一个关键的时刻 在那个时刻你转向上帝 对上帝说 我做不到 这必须由你来做到 这一刻可能来得很缓慢 永远没有人能指出具体是什么时候 具体是哪一年 但是真正重要的不是时间 而是发生那个变化的本身 我们从相信自己的努力 转变成为对自己一切的努力都绝望 而从此把一切交给上帝 这就是C.S. Lewis OK 我们今天就把信心作为倚靠的美德讲到这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 所以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 主要我们真的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位伟大的救主 主要就像C.S. Lewis所说的 我们若不努力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坏 而我们却如此的懒惰 在今世我们常常向最妥协 而却反而觉得自己充满着良善 我们对诱惑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各样的骄傲和罪 是如此的无知和无感 然而主我们看到 你所赐给我们那位救主耶稣基督 他是何等的刚强 他抵挡罪恶和试探直到他人生的最后 并为我们成就了真正完美的义 却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不义 主要我们背着这位救主而感谢你 主要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信心 求你继续地 叫我们更加明白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谁 让我们更加认识这位耶稣基督 好叫我们的整个生命的重量 能够完全地依靠在他的身上 而不依靠在我们自己身上 替我们的祷告继续带领我们这一周的生活 叫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来继续荣耀你的名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考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